回答题目或作文时,同学通常会審题 了解题目问什么和阅读题目提供的资料 然后想想回答的要点 同学想好一个要点,写好主题句和引用资料后 需要就着想讲的要点进行延伸解说 在这个短片中,我们会讲解一下如何运用答桥策略 去组织推论的过程,令解说的内容更加充实 以下就是答桥策略的四个步骤和重点 步骤一,定下起点和终点 根据题目要求,想好表达要点的主题句和引用的资料后 我们思考解说的内容 首先,我们根据主题句定了推论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开始思考要推论的内容 步骤二,思考重点 我们运用自我提问技巧 例如可以问问自己两个what和一个how 帮助我们思考推论的内容 然后写下重点 第一个what,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题目或资料里面有哪些关键词 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第二个what,这些关键词令我联想到什么呢? 可能是关键词的定义,学科知识和相关的例子 现象,原因或者结果 我们又可以用how,来问问自己 这个重点可以如何连续到 另一个重点又或者是终点? 两个重点的中间又可以如何连在一起呢? 步骤三,组织和联系 排列已经写下的重点 将意思相同或者接近的摆在一起 然后用符号或者简单的文字 将不同的重点联系起来 未能够联系起来的要点 就可以想下这些内容和推论有没有关系? 如果看不到有关系,就把它放在一边 如果可能相关呢? 就可以尝试用它来建立另一条推论的进路 用数字1,2,标示不同的进路 步骤4,停一停,再想一想 完成答桥之后,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第一,推论的各个部分是否合理描述普遍的情况? 第二,是否合乎逻辑? 第三,是否容易理解呢? 第四,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 如果需要,可以做一些改动 或者加一些要点 看完短片之后 相信各位同学已经初步了解答桥策略的四个步骤 大家以后回答题目或者作文的时候 都可以尝试运用答桥策略 去帮自己组织推论的过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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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